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早上呢 我们会去检查一下 昨天我刚把上次进行加能芽之后 变成细刹鲜刹的枝条 昨天已经把那个枝条 移到盆子去栽培了 今天我们会来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首先看这些呢 就是上次进行高压 然后上半段已经把上半段的进行 拿去牵插了 拿牵插的结果 现在我们就知道 OK我们看这边 是我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地方 这边全部这边都 我都是摆这几个 然后我们看那个地方 就是昨天我刚刚 一道小的盆子去栽培的 我们先绕圈 然后我再来看看那个地方来 我们看有些花叉的 就是那个地方来 那个地方是花叉的部分 这边是我们的五花果 OK 然后这边它是我已经 掐嫩芽之后的结果 OK我们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这边 OK我们看 这几个上次 下嫩芽之后 剪三半段 拿去做掀插的 现在它已经长成这个样子 OK 我们看 很多现在已经 长那么漂亮了 OK 像类似这些 都已经长得非常的漂亮 OK 我们看 那整排都 都是 这边 就是下嫩芽之后了 OK 现在我们会进去去看 昨天 我已经怎么样去 把它 一道盆子 OK 这些小小都 都已经长得非常的漂亮 我这边 我这边要封起来 因为怕很多 公鸡母鸡 一大巡的会 会跑到里面去 去弄 OK 我们看 这边是昨天下午 我刚刚移 到这个小盆子 去栽培的 都是小小的盆子 因为 我会把它养 一段时间 大概这样高 然后我就会 把它 移 移到外面去 去种 我们看 这全部都是 我们看 很多芽都已经长成 这个形状 超级的漂亮 甚至有很多 我们有 看到这 这几个 一二三 甚至有一些 有三到四个芽点 都 很好 长得都很好 OK 我们看 全部那些 都是 所以呢 这一次的 扦插 还是蛮成功 然后上次 我有跟大家分享 我都是使用 那个 沙子 来做配图 然后 我会扦插 OK 我现在会让大家看 那个 地方 OK 好 就是 这个地方了 我们看 有一些芽都还没 萌发起来 有些已经 萌发起来 可是这些 几乎它的根 都还没长出来 因为昨天 我有挑开的 有把这些 都挑出来的 可是它都 还没长根了 芽又萌发了 像这些小小的 已经萌发芽了 那地方也是 已经萌发芽 可是还没长根 所以呢 我就是还没把它 拿到外面 是 这样子 要我要等那些 全部都已经OK了 我才可以把它 拿到外面的 OK 这边 全部都 都已经 差不多 这边的部分 大概也 三个礼拜了 然后大部分的 我就是已经 一直到外面了 我们看 像这些 虽然芽又萌发 可是它都 还没长根 那些也是一样 萌发的 可是根还没长起来 然后我们看 这一旁边 就是像是 扬插的 盆栽的时候 现在长得也是 挺漂亮的 OK 也挺漂亮的 OK 这样子 我看这边 一二 这些都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这些都是前几天 我进行那样 换配土的时候 OK 然后我们看这边是有些花叉 花叉的部分 花叉的部分 我已经 扬插了 现在 培养起来 然后现在 我已经 换盆 然后我们 就可以看到 一个新的 一个状态 非常的漂亮 这样 是一个新的 OK 在旁边 还有很多小盆子 我都还没 去进行 换盆 OK 可是目前的话 还是OK 看起来 还是漂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差不多 都是已经 相当的完整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 就是有很多牙都已经长那么高了 这边 一二三四五 每一个都长得很漂亮 然后这 这些呢 我会 大概会 移到这一个地方 然后会 去 照顾 大概 十五天到二十天之后 我就会 把它移到外面 就几乎 等它 叶子已经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状态了 我就会 把这些 移到外面去 去种 让它 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发展 这样子 才是最完整的 我们看 这些枝条呢 都是上次 下嫩芽之后 我就是已经 把上半段的部分 做这个千叉的 其实 对我来讲 这一次做 使用 沙子来代替 其他的配图 做千叉是 取得大的成功 很大的成功 因为我们 我们看 现在 结果很明显 这个地方呢 总共有差不多 70个 64个 昨天我数了 这个地方是64个小的盆子 就是相当等于64个小的枝条 已经成功在这一批 然后 我刚才让大家看的 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少量 大概三十几个枝条 已经猛发芽 可是还没长根 我就还没 拿出来 OK 然后我们看旁边这里呢 这些地方 除了花叉之外 除了这些花叉之类的 我旁边这里 就是还多很多 这个 少要的 这个千叉 少要的千叉 很多 1234 那些都是少要的千叉 我们看 这些盆栽之后呢 就变成 那么好看的 OK 今天我视频呢 要分享 到此为喜欢的朋友呢 请给我留转 留下评论 和登记我的频道 再见咯